中共现任和前任领导人家族在海外藏匿巨额财产的消息一直不是新闻 但香港媒体近日披露 习近平家族仅香港一处的房产价值就超过6亿港元 再次引发舆论对有关中共权贵海外藏户的关注 本台记者10日周三造访其中的一个物业位于香港顶级富豪集中地潜水湾 这座独立屋重门深锁 所有玻璃窗都是黑色 物业面积有500平方米 还有大花园 位置极佳 可以看到整个潜水湾景观 本台记者查阅香港土地注册处资料 该物业在2009年4月以港币1亿5000万成交 现在市值达3亿 业主名字是张燕南 持有香港身份证 这个名字跟习近平外甥女同名同姓 另外香港公司注册处资料显示 张燕南持有一间名叫禁义公司 报住地址是在市区一处豪宅惠景阁 早前海外媒体报道和巴拿马文件已揭露过 胡锦涛 张高黎 贾庆林 栗战书 汪洋以及万黎等现任及离休高官家族在香港拥有巨额财富 另不少人深信香港是中国大陆权贵集团的藏富天堂 中国权贵担心来不及跑路 一位接近中国富商的人士本周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 当听到习近平姐姐齐乔乔及外甥女张燕南在潜水湾拥有价值数亿元的豪宅 不以为然 但他不愿触及习近平三个字 因为他有后顾之忧 他说 随着美中贸易摩擦升级 大陆经济环境每况愈下 许多权贵及富商担心枪声一响 来不及跑路 栗战书的女儿栗潜心南华早报报道过 那个 写报道的 记者被炒掉了 栗战书的女儿栗潜心 栗战书的女儿栗潜心 栗潜心也是在潜水湾买的房子 我一位同学在半山 潜水湾那些地方买了两套豪宅 他好有钱 都住在那一带。我一同学,他在北京说很多人把资产转移到香港了,有一些就去了新加坡。 他们说是,担心一声枪响的时候,走都走不及,都是这样想的。 这位不愿披露姓名的人士表示,由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内地的权贵集团仍然偏重于将财富放在香港,一是出入方便,二是便于投资,他们觉得香港这边始终还是一国两制嘛,始终比在内地会好一点。 北京独立学者查建国表示,在香港藏匿财富非常容易,香港成为内地很多贪官洗钱,藏钱的天堂是肯定的。 因为它起码有两个条件,第一金融非常发达,而且很多都是私营的企业,和国内不一样。 在一个条件就是,香港和内地的联系特别多,找到香港的关系去帮洗钱或购置财产都是非常容易的。 学者,打摊不会影响权力顶端家族。 习近平上任后高调反腐,但落马的高官大部分与权斗有关。 9月份起,中国首次与47个国家和地区交换CRS,也就是海外金融账户共同申报准则讯息,相互通报对方公民在本国的财产情况,以打击漏税及洗钱等非法行为。 但是,上述人士称,对中国而言,这类打击不会波及处于权力顶端的官员及其家属,往往会被用于高层权力角逐之间的平衡。 香港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访问学者张先生对本台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在海外购买物业、配置资产、转移资金。 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大的资本,包括一些红顶商人、有体制内背景的企业集团也开始在海外疯狂地购置资产。 目的之一也是转移资产,包括万达系、海航系、安邦系等。 张先生说,当前,中国利益集团成员或普通民众都在向外转移资产,一部分是来自非法所得,另一部分则是商人的收入,从民众到企业,到这些红色家族都在向海外转移资产,原因就是没有安全感。 因为在中国大陆不管你是底层百姓,还是达官贵人,基本的生存安全,还有政治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的,而且没有规则。 曾在珠三角开设工厂的香港人杰斯表示,香港一直是大陆权贵收藏资金的地方,共产党来来去去都是两三个地方,比如说,八十年代开始已经有党产在香港。 然后,现在个人的资产很多去了香港之外,还有新加坡、美国。 但杰斯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权贵走资到香港已经开始收敛,而在中美贸易战下,他们更难把财富移走。 自胡温时期开始,中共转上土地财政泡沫经济印钞的权贵资本主义到国贼邪路,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不仅在土地财政泡沫经济印钞到国贼邪路上暴走,还以大洒币的方式,公然大规模转移离岸资金。 但凡是总有个头,拖三十多年邓继生之福,年轻人口血崩带来的未富先老。 终结了中共到国贼式的经济奇迹,而特疯子无差别的贸易战乱炮,令中共国政治经济裂变提前到来。 现在国内物价高涨,生活下降,众多群体负债累累,月光族迅速扩大,月薪几千元勉强活着。 上万元群体遭房贷、股票,不断增长的政府税费收割,收入也大缩水,工薪阶层越活越累看不到希望,普通大学生的前景漆黑,满眼绝望。 由于年轻人口崩塌,黑龙将养老金率先崩盘,多地已出现拖欠的现象,人心惶惶,欠债不海和逃债群体迅速扩大。 整个社会信用正在崩溃,民企倒闭潮继续扩大,小生意百业凋零,粮农大批亏本,农民弃地,农村荒芜化,房地产商逃跑潮正在扩大。 中国社会已处于自辛亥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人心思变时刻,且所有的矛头都在指向中国共产党。 此次文革之后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它无疑加速了中共内部的裂变。 7月4日清晨,湖南女青年董瑶琼在上海海航大厦前已莫知脱欧习近平像,并自我直播发布上网,一旦激起千层浪。 国内外民运异议人士纷纷跟进脱欧习近平像,董瑶琼迅即成为习近平政敌反击的导火索, 全国各地的习近平像即营造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宣传品。 遭火速撤除,国内媒体上习近平个人崇拜内容被撤换, 7月12日晚,中央电视紧急于直播时换稿,当晚的新闻联播。 习近平的镜头大简,称号全无,央视直播时换稿的视频,成为泊沫之后,中南海发生内变,习近平独裁权力遭受打击的直接证据之一。 之前的7月11日,新华网转发学习时报的文章,讲述华国锋因大搞个人崇拜,遭中纪委立案的内部历史, 矛头直指习近平,成为习近平受到打击的间接证据。 然而,此后习近平的媒体亮相率再度增加,而新华网关于华国锋搞个人崇拜遭立案的文章遭删除。 7月16日,习近平的心腹,政治局常委兼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党组学习会,会上号召全党严守政治纪律,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 这些,显然是习近平的势力在反扑,发起习近平保卫战。 起料,栗战书发出定于一尊的号召之后,只有公安部长赵克定,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丁薛祥跟进英生。 并没有形成表中潮,连习近平的骨功之臣王岐山也默不作声,军队也鸦雀无声,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习近平独裁受挫,个人地位不稳的间接证据。 特风子无差别贸易战大炮的压力,明显令中共分裂成两派,一派以李克强、汪洋、刘鹤为代表,主张对美妥协。 全面开放市场,以换取中共政权的稳定,他们就像晚清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一派以习近平为代表,背后是太子党英派。 新老左派,主张不能再退,绝不能进一步开放,否则会遭美国和平演变,应该像毛泽东那样与美国对抗,他们就像晚清的贼打子伟贵咒宗社党载风,刚毅,欲嫌,良弊之流。 现在看来,习近平强硬派一度占了上风,中共一度企图连欧抗美,但欧盟在对华贸易中吃得亏,并不比美国少多少。 因此连欧抗美遭到欧盟拒绝,欧盟转而与日本达成,日本94%欧盟99%的互免自由贸易协定,取连日抗美。 中共这才傻了眼,因为没有欧盟市场做替代的依靠,对美贸易出口占八成的中共国,与美国打贸易战,无异于经济自杀。 对美贸易战刚刚开打,企业倒闭潮便立马扩大,而房地产线跑路潮,当代洋务派和朱镕基,胡锦涛,曾庆红等元老琪琪急了眼。 生怕习近平反美王党王国,急忙扭转席的抗美路线,于是国内颁布不准骂特朗普,不准提贸易战的宣传纪律。 习近平再次被消权,当代理红章们占了上风。 但是,习近平不是华国风,曾庆红也不是邓小平,以习近平的性格,这口恶气能忍吗?且在这次升级的内斗中。 习近平的皇位还在,只要仍手握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名气上和操盘上的优势就还在,选土重来未可知。 因此,中共的内斗会进一步升级,中共今明两年将进入政变时期。 看来中共的气数真的是尽了,特疯子的无差别贸易战大炮,无意间令中南海乱了套,现在中共没有别的排打。 除了对美妥协,向特疯子献金之外,唯有求特疯子的老板,普大林同志,让川普放自己一马,然普京何许人也。 料普沙皇也会向中共漫天要价。 乌漏偏遭连夜雨,贸易战如泰山压顶,后院又洗了火,此次假疫苗事件,比十年前的三路三剧情案毒奶粉事件影响面更大。 更加突破了社会承受力的底线,导致民怨沸腾,人心思变,这种自下而上的倒逼压力,也在加速中共裂变。 中共的气数尽了,中国政变的时代到了。 中共为中国政变的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